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鳄鱼爱上产颈鹿 嗯 已经好几天了 鳄鱼总是心神不宁 不知所措 有时候它冷得发抖 有时候它热得发昏 有时候它觉得很不开心 嗯 还有的时候它高兴起来就想拥抱全世界 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很明显 鳄鱼恋爱了 当某人恋爱的时候 几乎都会发生这种小问题 更何况 鳄鱼爱上的是长颈鹿呢 长颈鹿非常非常高的 这还不是问题 问题是 当鳄鱼想给长颈鹿一个最甜蜜的微笑时 它根本看不见 嗯 我应该再高大一点 鳄鱼想 如果我踩高桥 是不是它一定得看到我 可惜 这一天 长颈鹿骑着自行车从下面穿过 根本就没有看到鳄鱼最甜蜜的微笑呢 我要在天桥上表演一些特技 这样它肯定会注意到我的 可惜 长颈鹿的好朋友 正在对长颈鹿说很重要的事情 他根本就没有看到鳄鱼表演什么特技 鳄鱼想 我要爬到它最喜爱的树上 然后请它吃树叶 为了不出一点差错 鳄鱼还去买了一些特别鲜嫩的树叶 想不到 长颈鹿那天喉咙痛 好像打了一个结 它完全没有胃口 它去买了制喉咙的药水 对那棵它最喜爱的大树 还有鳄鱼看都没有看一眼 但是 鳄鱼并没有放弃希望 我要为它演奏一首情歌 它肯定会从门外看过来的 可惜 那天长颈鹿都在听自己的音乐 完全没有听到鳄鱼的情歌呢 哎 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 嗯 有了 我可以用一根绳索套住它的脖子 把它的头给拉下来 这样它就能看到我了 于是 鳄鱼把绳索用力一抛 套住了长颈鹿 长颈鹿吓了一跳 突然 它把头向后一甩 鳄鱼直接就被送进医院了 当它康复出院的时候 它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 它永远也不会送给长颈鹿 最甜蜜的微笑了 它伤心地走回家 突然 砰 砰 砰 一阵混乱地碰撞之后 鳄鱼倒在了地上 当它恢复知觉的时候 它看见长颈鹿正趴在自己面前 长颈鹿说 对 对 对不起 我没有看到你 真是不好意思 就这样 它们坐在地上满头绕着金心 当它们彼此相望时 忍不住笑了 它们心中都感到很温暖 幸好 幸好你刚才没有看到我 对呀 要不然我就永远看不到 你最甜蜜的微笑了 好了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格子酱讲绘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